最近的热播联谊剧《狂飙》主要是在广东的台山拍摄的 广东台山也是一个著名的桥乡 我们波士顿第一批的华人移民主要就是从台山来的 现在的波士顿中国城还有很多台山餐馆 我今天就到波士顿中国城来寻找台山美食了 今天到一个很小的小餐馆 这个有比较相对传统一些的台山美食 好 跟着我进去了 餐馆进来了 看一下里边的情况 这边是墙上的菜单 这是他的菜单 准备吃这个台山 台山黄山饭 再来一个另外一个辣味煲仔饭 再搞一个台山拉肠粉 好 现在准备点了 点的第一个上来了 这个是现蒸的肠粉 里边有点碎猪肉肠粉 看着不错 现做的 这盘肠粉是6美金 好 我们现在开始吃了 好吃吗 可以 反正新鲜做出来的 味道还是不错的 也没有特别好吃的味道 反正差不多吧 中规中矩 这个台山保仔饭上来了 这个是黄山保仔饭 这个是辣味保仔饭 看着挺好的 我们开始吃了 尝一尝这个黄山保仔饭 怎么样 有点有点咸 它这个好像和这个台山做的这个在国内做的台山保仔饭 没有那么油 这个没那么油 所以呢 没有那么香的 有点不一样 尝一尝这个 烧一点硬的这个锅吧 嗯 我爸好吃 嗯 好吃 嗯 挺脆的 也挺香 嗯 不错 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还没有吃完 虽然这两份都是小份 但是份量还是挺大的 感觉一个人 这一小份应该足够了 最后说一下价钱 这个辣味保仔饭15美金 这个黄山保仔饭17美金 总体上来说 呃 保仔饭 呃 感觉一般 没有在国内吃的好吃 我给打分7点5分 这个场馆很小 总共只有7张桌子 嗯 这一桌刚好吃完 因为做的比较近 我就不对着大家拍了 嗯 饭吃完了 呃 最后还没有吃完 还剩一些这些打包走 最后这三样是呃 40美金 最后加税加缴费50美金 呃 总体上来说 这个保仔饭呢 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这个新鲜做的藏粉还是很好的 推荐 好可思议